华年14号新增46例本土个案中 南区的玉里臭豆腐也出现了确诊者的足迹 证明担忧被波及 玉里镇长江东辰表示 目前都会加强各区域的消毒作业 尤其是人潮较聚集多的 中山路、车站、市场等地区也会定期消毒 希望证明能够放心 华年14号新增46例本土个案 其中南区的玉里臭豆腐也出现确诊者的足迹 证明担忧被波及 玉里镇长江东辰说 目前都在加强各区域的消毒作业 尤其人潮聚集较多的中山路、车站、市场等等地区定情消毒 让证明放行 会连夜的带草头臭豆腐 会做一个消毒防疫的工作 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永昌分校的一个比赛的场所 我们今天晚上为了保障 保护我们相关选手明天的一个进入场所的一个比赛 我们连夜也等一下也会做一个消毒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我想呼吁所有的那个民众也不用惊慌 相关的一些防疫的措施和工作的话 我们玉里镇公所会全力的来做 会把它做的完整 臭豆腐店家目前也正在做店内整修 店修四天部一夜 公所说消毒作业会从早上到晚上 继续的来做消毒 也请民众还需要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另外如果足迹重叠者尽快前往衰减 并请曾经到相关场域民众 从接触日起14天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如果有上呼吸道 腹泻嗅觉异常等症状 请尽速就医 持续落实防疫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